跟昨天一样 陈江华 王世鹏 孙岳和王哲林 今天的比赛 照例还是由杨颖和于佳的共同为您带来解说 这个手发阵容呢 跟刚才屏幕上排出的手发阵容又有变化 刚才屏幕上排出来的 就是官方给的手发阵容 手发后卫是郭艾伦 但是后来上场之后是陈江华 对 对方上来就是一个失误 今天在赛前的报道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说了 就是马来西亚队呢 有些无心恋战 对 无论是这个球队的一员 他们的一个年轻的中锋 黄杰基是突发心脏病 在福建去世 以外他们的战力整个在这组当中 也确实排的应该是最低吧 对 因为那就是讲这个东道主啊 把中一韩三强放在一个组 其实呢 最大受害者就是马来西亚 对 因为呢 他彻底没有任何 跻身前12名的希望 他昨天呢 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 他有34次失误 命中率只有19% 整个这两个队不是一个级别的队 但如果说正常打呢 马来西亚如果他有斗志 他跟伊朗真是拼一下呢 我觉得他输五六十分正常 输九十分 还是他不正常 第一节得三分 第三节得两分 这个还是不正常 对方这边呢 打一个反击 虽然说就是因为能力的原因 没有打进 但是说机会是有的 对 这边呢 中国队王志宏 势头三分球 没有中 李小旭想跟王哲林 做一个高低位的配合 这球被 马来西亚是脚踢球 为例 李小旭刚才拿着球之后 双手头上 扣给王哲林 非常轻松 但是他走 走这个下边 走基地 这球砸胸口 就是双手举过头 直接砸到胸口 这是最好的 给东风传球的办法 高位双眼户 走王哲林这边 李小旭 一模一样的 再给 对 你看这球传的 就比刚才的质量要高多了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配合 只不过一个在右侧 一个在左侧 对 你打马来西亚 你就是打高吗 没错 比他不到20公分 比昨天那个比赛 更要利用内线的高度 但是这场比赛 我们说 你要有一些针对性 你要明白 打马来西亚 是本营的球 有些针对性 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明天打伊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是今天速上 就是说轻松取胜 关键是速上 迅速建立起来 巨大的领先优势 后边就是一马成分了 好让大家去有机会 历练一下 对 包括这个孙岳 王世鹏啊 都可以踏得实实就已了 而速上 第一是防守 二是你得有反击 伊朗为什么赢那么多 他反击打得漂亮 而且我们待会儿结合比赛来说 就是真正强队 先看这球好球 这边是反击打出来 是全场第一个反击 李小旭 直接抢断得手 那强队打弱队 应该体验状态就是 你满眼看去 都是有力空间 空间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这种 现在的球员 当然了 这个我们仅止强队来说 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能力越来越 个人能力越来越强 这种情况 中国队的反击 还是呈现了打阵地 外线 这是中国队亚锦赛 第一个三分牛命中 第十六次出手势头 对 终于进了 昨天是十四中零 是三十八年以来 中国南篮 在这个世界 以及亚洲大赛上 三分牛最差几乎 这确实也不太正常 也不正常 黄世宝 我内线砸 给出来 第十七次 三分牛投篮还没中 对 现在十七中一 所以马来西亚进攻防规 这一 看中国队组织又停球了 王正宝三分牛 中了 这已经是本仗第二个三分球了 马来西亚呢 不防出来 他就是收在里边 对 尽量的收在里边 所以中国队外边呢 到处都是机会 不 这边是王正林 直接把这球拍下来 给到王正林 好球 快攻 可惜 这球我给的就是有点靠后了 球领人最好 对 来西亚呢 开场被打了一个0比11 看队员的这个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就是包括昨天 就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对 对 对 王正林上发球线 我们昨天说了 就是王正林这一次亚锦赛 第一场体现出来那个状态 和姚明第一次 就99年打亚锦赛 那个状态特别小 不是内线主攻点 但是呢 要努力去做好防守 做好篮板球的控制的这个角色 干脏乎类 对 对 蓝领工人 二人两罚中一 12比0 这中队呢 半场的扩大的急 每一个人的个人能力 个人身高 体重 都是占很明显优势 所以呢 一防一紧逼丁人 这样又造成马来西亚失误 二王里扣 王正林这一转身 刚一转身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马来西亚的主教练 面色都很凝重 很凝重 而且呢它并不在场上 在场边对球队说更多的话 包括昨天伊朗 伊朗有一波打马来西亚 34比0 在场边也不叫暂停 就是非常沉静 我想它也明白 在这个时刻对于球队来说 很艰难 而且呢 再多说什么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这边对方又直接投了一个篮外空心 阵型彻底散开了 钻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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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失误 陈江华要断回来 黄尔峰利用掩护 三分九 三分九投篮犯规 发三次 进攻时间其实只剩一秒 中文队呢 虽然是12比0 但是呢 还是昨天这个老问题 就是防得不错 但是呢 在进攻 进攻的时候 虽然得了12分 但你看到流畅的配合很少 包括刚才这球打的24秒 如果不是对方犯规 这又是最后24秒了 对 包括反击 反击呢 就是李小旭自己抢断 一折 一反击 他集体性的反击 还是没有 来看一看 现在是刘小宇 周鹏 张博 王志志 四换四 四换四 上这个阵容的外线防守 应该是非常强的 周鹏 张博 刘小宇 这都是在身体对杠上 外线是中国队比较不错的 对方抢一个前证篮板 对方抢一个前证篮板 哎 要有这边滑倒 但是对方也直接是王志志一点就失误了 对 王志志得有五六个失误 王志志跟进 高 对 这太高了 太高 而且 对于这些球员来说 至少是他们 四到五波以上的前辈 跟王志志打过球 对 王志志这种 这种威慑力 这球是一个穿尸 对方也要求换人了 其实从他们这种换人 你看 更多的这种针对性 是让大家都上场打一打 大家上场打一打 你看马来西亚呢 其实无论从他进攻 还是防守 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策略 就是说我怎么打 你比如说 弱队 这么弱的队 我打强队 包括昨天打伊朗 如果我想少输 咱们就少打回合 磨着打 咱们就少打回合 咱们就 我就拿二球 我球球给你打二十四秒 打 最后打的不行 我都不投 我竟然一搁 让你发底线球去 对 打到最后呢 我打你这强队 你强队也 也没脾气了 也没有太多可发挥的机会 也没情绪了 咱就 我可能我输你四十分 咱就完了 如果 但是马来西亚呢 就是过来就攻 过来就攻 过来自己就攻 每个人呢 就是 想怎么打怎么打 投入比赛一下 对 所以呢 就是说他 无论攻守 他都没有非常明确策略 你从这点来说呢 就是他确实是士气 受很大的 无心恋战 无心恋战 所以随便 打成什么样 随便 这边刚才是 马来西亚呢 站在底线上 十五 中国队再来 但是呢 马来西亚又换人了 今天马来西亚这十二人轮换 要比昨天中国队还快 对 换着换着都算过上了 周防两发两重 昨天呢 在新发布会上 杨大吉自己是说 我们投丢了太多 不应该投丢的球 其中就有说 这种 篮下放空篮不中 篮下放空篮 罚球 对 完全空了的三分球 完全空了三分球 当然咱们就把三分球 因为三分球昨天太特殊了 把三分球刨出 那么像篮下 你往里割的球你不进 上篮不进 这个不好吃 因为说实话 有两个篮下割的球 这球就拿下了 对 这就是说不在最佳状态 对 还得慢慢调整 昨天呢 我们也是说到了 这场馆 昨天是中国队第一次 第一次来 对方还是没有能够打进 真的这个投入状态啊 确实是不行 他的关键呢 他也没什么配合 他就是 也是个人 个人功一下 你个人功 这个 就是差距 个人能力差距太大 对 打出来 中队又获球权 现在距离第一节比赛结束 就剩两分钟了 中队 说实话 进攻啊 还真是得再调整一下 对 朱芳宇 很好地空来三分的机会 好球 你看今天朱芳宇的状态 就比昨天要好 不管说对手比他高 比他矮 昨天朱芳宇上场 对手也比他矮 对吧 就是面前也没人防 也没人防 这状态是不一样的 投手呢 关键就是说 自己找状态 对 他不在乎防 他是自己挑 对方这是突分 看这个球 还是不进 还是没有 朱芳宇想提速 但是发现对方退得更快 索性又收了一下 对 但这些机会 就是说中国队呢 这后卫往上走呢 他没有前锋快下 大致拿球 给到周棚 打进 还有加法 就是大致给的 大致喂朱芳宇一个 喂周棚一个 喂都不错 因为往往 包括在国内热身赛的时候 大家看 往往大致上场之后 他有点像这个 他现在的打法呀 大致年轻时候不这么大 但现在这打法 有点像这个大巴 大巴在新疆 说的再早一点 有点像当初 八一队的助理教练张斌 张斌 高位侧应 当然张斌那个时候 在国家队这个 高位侧应 神呼气神 他倒没那么神出鬼没 但是呢 就是他相当于一个 大致相当于半场阵地的 侧应中风 他站的圈顶着 高都看得见 侧应 哎 马来西亚这边终于得分了 通过一个反击 得到两分 这在第一节 行将结束的时候 这对马来西亚 还真是挺重要的 对 他起码 他开胡啊 大致再来 又得分了 大致 而且你看 他往周方语这边走 他跟周方语走一边 还是非常默契的 对 两个人这次是 显显进入名单 对 同命相连 周方语为此特意发了一个微博 不问将来 爱在当下 啊 30比2 对 马来西亚就剩9秒进攻时间 嗯 第一节还有21.7秒 对 我觉得呢 第一目的达到了 就是速胜 速胜 有失误 因为确实 这能理解马来西亚 你要在常人如临的 中国队的防守的阵型当中 你真正传出一个好球 很难 真的很难 马来西亚的主教练 就是 就像你说的 也不责备队员 对 也没有什么可欣喜的 嗯 打完这场比赛完了 对 就结束 周胖这边 流地线好的 走位走得不错 对 实际上呢 这战术就是快打死了 打不成的时候呢 这球虽然没经大致手 但还是大致组织 大致过去 跟周胖说 我给你掩护 周胖 两人一横掩护 周胖过来 穿过来一拿 打了 所以呢 在这种细节上 你都可以看到 王仁志这样的老将 没错 他能发挥作用 对 昨天也是 杨大吉斯也是很隐晦的说呢 他说 王仁志不适合 昨天比赛节奏 这个从我们的理解 我们更远把他理解为一种 就是隐藏 我觉得或者隐藏 或者说呢 他觉得大致防守 因为韩国队是 打挡拆突破 大致有点防不出来 但是呢 大致的作用呢 主要是进攻 就是 就是防守呢 说到底 昨天那种状况 更像是隐藏 防守出现的问题 没道理说 半场都不上 稍息究竟 我们来看第二节的比赛 31-2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欣赏 第27届 南南亚锦赛 中国队对马来西亚队的 第二节的比赛 第一节 中国队打了对手 一个31-2 第二节一上来 你看这个状况 双人夹击犯规 如果一直延续下去 那说明马来西亚 还是希望来 找到一点 自己的尊严 对 为了一些这个 自己的这种拼劲吧 对 能够 能够突出的表现一下 看中国队 中国队得适应 对方的这种变化 主方瑜 主方瑜今天的状态 明显比赛 所以这又是 大致的助攻 对 王志士这种队员 就是 他站在球场上 他会竭尽全力 包括运用他的智慧 找帽 对 去 给球队足够的贡献 但是你说 77年生人的球员 是吧 已经36了 身体的这种状况 训练师还不允许 被带到马来西亚 对不起 带到马尼拉来 对 他的恢复 肯定是个问题 肯定是问题 尤其越往后打 越是问题 对 二运 两次准球 马来西亚有一个失误 马来西亚的主要点叫郑俊彦 一言不发 看了看这个自个儿的替补习 也不说话 总是掩护 表面掩护成 但是球过来了 从第二阶一上来 我觉得马来西亚 他的防守的强度提升了 对 中国队打一挡拆 我起码从前面挤过 奋力去追 而且呢 像第一回合该犯规 我起码犯规 是 他比第一阶提升强度 你看还有夹击 对 这边又有拼抢 这整个呢 还是马来西亚 自己要激励一下 对 积极 三分九投射 不重 郭爱伦这边 一打二没打 这不像郭爱伦 对 其实这个 打马来西亚的话 一打二是可以打 昨天打韩国的时候还有呢 这球是传了一个 十五球 而且 直接给这个广告评给打憋了 对 灯都灭 劲儿太大了 保险刺打断 杨子龙的枪这是 很难啊 太难了 太难了 而且你看啊 对手就是马来西亚队 在进攻方面仍然没有太多配合 没有什么配合 杂志 三分九 再重 杂志 似乎很受当地的拉拉队的青睐 对 他这好像俩三分了吗 对方打进第二个球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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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这么一看啊 这拉拉队还真是倾向于中国队 对 马来西亚要说得两分多不容易 对 不给鼓掌 嗯 又进一个 郭艾伦三分九 对 这又是大智主攻 因为呢 家击大智了 大智给出去 这边直接追 郭艾伦快 可以 郭艾伦今天是太不像郭艾伦了 今天是怎么了这是 是啊 这种球还传球 因为其实刚才这球呢 他自己上 比张伯位置好多 机会更好 张伯位置好多了 这很有意思 一夜之间发生了参考 因为昨天是 只要球到我手里 一定打到完为止啊 昨天还有一个面对韩国打一打二打进 一打二打进了 对 当然了 后面马上被韩国打一轮身 对 王志琳在上 王志琳可以休息一会儿 确实可以休息一会儿 他上场的效率 几乎每一个进攻都跟他有直接关系 对 因为说实话 明天打一场你还指着大智 对对 今天你别让 虽然大智昨天打的也少 但是你今天还是别用太狠 关键是他恢复不一定 对 郭艾伦这次上了 好球 因为郭艾伦的身体呢 比他这身体对抗的这条件 打马来西亚 一突二 没有问题 对 对 对方直接放三分九 中了 杨大吉斯对这个球的防守不满意 就是你得跟上啊 你脚步 因为照理说呢 就是从中国队这边 打马来西亚 杨大吉斯也没什么可发火的 没什么可发火的 对 比赛打成现在这样 43比7 对 对 马来西亚队呢 被中国的球迷所熟悉 刚才我们说了 当初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有很多CU5比7 中国大学中联赛 华侨大学的多次冠军 和他们的几位 马来西亚华侨学生 有直接关系 对 像古加尼 像陈立伟 队防右一个三分九 但是阵头不紧 其实呢 中国队呢 随着领先到了30分以上的时候呢 中国队的这个防守的强度 紧逼的强度 不像一开场 有所下降 那么高了 因为呢 其实真是没必要 因为说实话 都是黑头发 黄皮肤 黑眼睛 对方也都是华侨 没必要像伊朗那么凶 我觉得是没必要 因为你非得 干嘛非得赢90分球 这是没有必要 四五十分球 我觉得是可以了 中国的主要的状态 还是在自我历练 自我自我调整 不是看赢多少分 昨天呢 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我注意到了 很多的球员 自己都发了微博 都在 包括在自己的 这个微信朋友圈里 也都自我激励一下 这个一起顶住 一起加油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关键的就是 口号是一方面 就是拼勇气 更要拼智慧 特别是在面对 这个伊朗的时候 因为你 谁都知道 你的主攻对象 不是 不是马来西亚 对 王志林和怪伦 这应该说 能有一定默契 因为 在 国奥队啊 在国庆队啊 都是队友 王志林还真是 高位铺 中投也不投 中投不是特别稳定 中投也不投 那就是自己抢 这是吹 王哲林 篮球犯规 王哲林呢 得在第一位 李小巨在上边 这两个搭档 包括王哲林 跟大智搭档 大智在上边 王哲林在下着 这样大智能 给王哲林喂球 但是王哲林 跟阿联搭档的时候呢 因为两个人呢 都是终结点 就比较麻烦 这个高地位 这hello就打不出来了 昨天我们也说了 就是内线磨合度 这是有点小问题 对方呢 凭借一个三分牛 拿到了双位数得分 十分 除了昨天也是 马来西亚两个开局 都打特糟糕 现在这个 马来西亚在上边不防 就是李小巨在上边 根本不防 让你头都收在里边 保护王哲林那点 看在这 总于不管他 这位李小巨 这都无效先走步 这算是 郭爱伦和李小巨 稍微练了 全员会的配合 练得点早 这打开了 这个球呢 对方的出手的空间 也确实好了很多 舒服了很多 刚才说了 中队的逼抢 没有那么凶了 这边 王哲林想 其实是想抢第一点 对 但没想到呢 你要说真这么让对手 打一个空了 就不太好 昨天我们就犯规了 今天这个阵容时间打的不短 就是说呢 郭爱伦 张博 王哲林李小巨 就像咱们赛监说的 昨天打的少的 今天得多打 跟他们配合的 就随便话 看谁要热热场 谁要找两件手感 谁多上一会 这现在是王氏不上 待会儿这个位置 可能还会换 但是剩下四个位置 未必换得前 对 郭爱伦 运的有点多 这球 进攻时间不多了 李小巨 还运啊 直接反击 对手三线的快攻 又被张博面对面 就给断下来了 对 他自己给运没了 对 张博突然变下 还有三分钟 半场比赛结束 张博换下场 休息 半场是孙悦 直接面对面断掉 怪伦反击多少 这都是直接靠身体优势 对抗优势 压迫抢断 身体对抗 也失去平衡 求救 这就是中国队 征战亚洲的优势 李小巨 你看 这现在他的防守 也没有什么压力 怪了 这反击 优务给运没了 对 球一滑 王正林的防守威慑 真敢打 还近了 对 传别人也是 也是这样 也能怎么样 干脆自己打 收的是真小 外边三分球不防 王正林拿了篮板 好球 然后看王正林 其实就看他对篮板球的 判断 是不是足够敏锐和准确 这不是看他说抢多少个篮板 都是自己运球 对 转身 急停抗斗 再给出来 看郭艾伦 三分球进 53对10 进攻时间几乎没了 这几次二十秒尾利了 对 一样二十秒尾利 二十秒尾利 阿雷西亚叫一个暂停 距离半场比赛结束 还有44.3秒钟 中国队友又换上了陈江华 对 就是为数不多的顶桌两次进攻 打进打出 再打进 等开了 不 我就直接把对方包拾来 砸出场了 对 马来西亚呢 这次叫暂停 说明他也想紧进 所以紧进来 他这个等于防一个攻一个 布置一下最后一攻 对 你看 包括 马来西亚的替普席 他喊这个 倒数 计时都是中文喊 对 最后也没有打成 这样的话 半场比赛结束 说对55比12 领先 马来西亚队结束了 上半场正夺 消失游戏 我们再来看一看 双方的下半场 三四节比赛 要挑骨头的话 我觉得还是反击 太少 因为呢 马来西亚半场有13个失误 咱断了他们多少球 但是最终半场下来 快攻得分 fast break point 4分 是 4比0 非常非常少 非常少 因为反击得分呢 实际上就是 一是这个 你的反击当中的 机体性 前锋快下 另外一个 这边对手上来 下面上第三节 第一个球 是对手得的 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 李小旭远距离 中投命中 对 他不管李小旭 你看这个 李小旭和王哲林 行程嗨了高地位之后呢 防他的人 完全收到里边 对 加王哲林去 防守推人 真突破 下半场一上来呢 马来西亚还是继续 坚决的突破 中队今天上半场得分最多的是郭爱伦 我们虽然说郭爱伦 反击 前两个反击都出现了让我们有点意外的状况 但是最后也拿了十分 两分球 两投两中 三分球 两投两中 对 他那个 没有助攻 对 因为呢 三个篮板 没有助攻 他一上来就是连传俩 但其实传那俩球呢 他是应该攻 对 就所以咱们才觉得特意外 所以那俩球呢是有点为了传球而传球 在郭爱伦身后呢 王哲林和王志志都拿了九分 朱芳宇拿了八分 周鹏拿了七分 今天呢 倒是比昨天要平均多了 中队这球塞内线塞得非常的顺利 另外呢大致呢有四个助攻 是 大致上半场是四投四中 得了九分 另外有四个助攻 今天中国队 除了郭爱伦和王志志之外 还有朱芳宇是三投三中 哇 这胡扔啊 孙悦 顶开防守队员 这边 王哲林二次进攻 对方的这种突然变向变速 工作基本没有队员失位 谁给王哲林的快攻 这是李小旭断球 对 李小旭上半场也是 第一个强段也是他的 险些又被李小旭断下 走步 马来西亚队啊 说实话 基本功 他确实不够杀 对 他的差距跟中国队确实是全方位 利用王哲林掩护 朱芳宇呢 这次投尸了 再来看这次防守如何 换了位置之后 中队的扩大盯人 换人 但其实这样换也没问题 换没问题 小方大一点问题没有 因为他对方根本就没大个 对 这身高 差距也是全方位的 这次呢 比赛之前 主办方呢 是安排了一次测试赛 主要目的呢 是为了让场馆的工作人员 比如说记录台啊 对 这个包括计时器啊 以及场馆服务人员有一个为比赛服务的概念 那个参赛两支队来自马来西亚当地的 对不起 来自菲律宾马尼拉当地的啼笑 那个水平跟马来西亚队是相当的 相当 基本差不多 所以说差距确实是非常之大 对 这就是职业队打业余队 业余队 没错 比小旭犯规 就剩一秒的进攻时间了 对 马来西亚呢 其实他就是咱们正常说 他要想打得好 他应该这么打 慢慢打 慢慢打 打到最后一秒 往里边也不轻易投 降速 对 降节奏 对 往里边一扎往身上就去 要你犯规 要你犯规呢 我就这个罚球 你要没犯规呢 我就全力退防 对 起码不给你打快攻的机会 不给你快攻 这样呢 你输 肯定当然是肯定赢不了了 但输呢 也输不了多少 刘晓宇上场 陈江华换下 这一截马来西亚得了七分球了 半截不到得七分球了 打得不错 过 江卓琳这边直接利用自己优势一股扣 他这个 就是也没任何人去挡篮板 对 江卓琳九投七中 十七分球 竟然没断 这球对方传的真是太冒险了 对 运自己讲啊 对 磕出了底线 十五 十比十五 十五次十五 在这样的节奏中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就算挺高的 因为中国队也没什么打快攻的机会 对 对吧 快攻得分刚才 说了 上面场 四比零的快攻得分 对 对 高地位 已经防到位了 已经防到位了 按球场上的原则来说 你看 怎么都是你已经防到 甚至盖到了已经 抱歉 这身高力量差 对 身高力量差太大 这球呢 李小旭给的不错 这是李小旭第三次 还是第四次 这么为王哲林了 在高位一局 一局 你要不上来 我就投 李小旭上半场 有三次主攻 三个主攻 你要是一上来 我就双手头上 往里边一扣 高举高打 这球其实好传 因为对方比你矮太多 你看 他前一个传王哲林的球 传承 就是发现 对方都往上扑 由于往上扑的趋势 防守的阵型的重心 不在下线 直接球就死 一个直传塞进去 对方一个赛球 有三次主攻 如方雨这在三号位上太轻松了 因为呢 其实按他这身高呢 在马来西亚能打中锋 是啊 那两米啊 马来西亚是中锋身高 中国队呢 两分球32次出手 命中20个 哇 俩人得帽了 盖帽的中国队记了两次 但实际上有威慑的就不止这么多 远不止 我记得盖上的也不止两次 孙悦又一个三分牛 孙悦牛逼 今天中国队在上半场 三分牛是十一中七 确实也是有心理优势 心理优势 因为你准致的 投不进里边能抢 大本位转移球 朱旺宇这又有机会 这球没进 这又是投不进又抢着了 而且大比分领先 在这时候你投三分牛 他的心态比昨天打韩国队放松很多 还是强弱之间的差距太大 当时有这种情况 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 暂停再回来 哟 大致还要打 比赛继续进行 王志志点一下 点回给郭艾伦 其实可以投了 郭艾伦 因为那四号完全不防郭艾伦 他收的大致这个 肚子前头 准备顶大致的位 变相 会得打一个双控位 出方圆 对方投篮还是不中 对方投篮还是不中 再次掩护 加击来了 好球 船子非常到位 对 他就是整个这进攻是大致组织 对 圈顶一掩护 然后给完球下顺 拿球再打到另外一侧出来 就是王志志整个进攻的轴 对 大家都看大致了 最后完成到朱方宇这边 你看王志志今天和朱方宇在同侧 默契很明显 包括给朱方宇位求位得也非常好 说实话 现在大致在中国队场上相当于后卫 两米一是五一后卫 侧向中锋 指挥弱定 中国队呢 实际上现在真正五位置 最弱的还是后卫 对 小宇 陈江华 郭艾伦 都是第一次在这种 小宇和郭艾伦是 刘晓宇第一次打这个国立大赛 对 郭艾伦呢 是打过世锦赛 打过奥运会 但是没有稳定的上场时间 对 只有陈江华是打过北京奥运会 对 但是这次呢 是他第一次单纲 对 以前都不是主打 刘晓宇这边又抢回来 刘晓宇昨天在对韩国队的两次突破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可是呢 后卫你看组织能力 昨天咱们三个后卫 加一块 一个助攻 三个后卫 一共一个助攻 所以包括 一是你看咱们说没快攻 为什么没快攻 没有 上球 上球上的 慢的 已经没有好后卫 所以阵级进攻 停滞 组织不起来 因为场上没有指挥官 周耀宇这边单防单 把球防下来 再赢两分是到60分 对方又犯规了 周耀宇刚才呢 有一个三分球入仗 第三届比赛呢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你看啊 刚才您说了 对方半截 得到7分 现在很可能 一截也就得这7分 但是第三截一上来啊 往里边突破很坚决 后来打着打着呢 又互扔了 大致 三分球 刻框而出 但是球权还在中国队手里 这就是有力量 腰腹力量 核心力量 收得好 整个他背转身 这一下做动作 没受到任何阻碍 自己转的也很顺 快轮提速 不提速了 压下来 压下来 打最后一攻 看这最后一球啊 4秒 刘耀宇再出手 球不中 现在的话 三截比赛结束 中队79 比19 领先马来西亚 60分 进入最后一截的争夺 比赛赢下来 没有任何的悬念 赢下这场比赛就出现了 对 就进入了 前十二 F组复赛 F组呢 是C组的第一第二第三 和D组的一二三名 混编为F组 稍息休息 来看第四节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 由我们为您转播的 2013年 第27届 亚洲南丹锦标赛 中国队 对马来西亚的小组赛 这场比赛呢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节 比赛的胜负 没有任何悬念了 看看队员今天的状态 要比昨天 起码 适应场地的感觉 要好很多 对 对 对篮筐更熟悉了 跟筐更亲了 对 建立起了一定的感情 看看明天能不能把这个感情继续维持下去 今天这样 我相信打到现在 双方都希望比赛能够尽快结束 今天这个情况 就是第一次亲密结束 大致 刚上完一篮 跑回去 又一抢断 过来再投一三分 有了 哎呦 看马来西亚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来应对这后边的比赛 因为那亚洲呢 他还是有排位赛 嗯 中队直接抢下球来 发动反击 怪伦突破分球 好球 朱方宇 瞄了一瞄 好球 没有问题 对 朱方宇这样的投手 你给他空位投篮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是今天 嗯 希望明天也没问题 照理说按这个能力来说 就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 马来西亚准备 五上五下 就让大家都感受一下 比赛气氛 因为呢 他停的19的时间很长了 他有大概 七八分钟没得分了 这七八分钟呢 中国队打了一个 二级比零 是 这眼看奔 七十分的领先优势区 对 那这样的话 不如让大家都感受一下气氛 最后一天 他们最后一天是打韩国 对 这估计又是大比分 对 但是我们也转播 对 明天上午11点 马来西亚同时叫了一个暂停 这样中国队也有时间休息一会儿 第四节这两分半钟过得真快 这是真正的事 现在是真正的事 领域三十分的领域 对 那是真正的事 但呆络会有什么事 这一段事 是真正的事 这一段事 就是真正的事 他们有什么事 这一段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完全不一样的比赛 对 就是这跟昨天又不同 昨天之前没有打 就是在热身赛之后没有打任何比赛 所以调了好几天了 甚至连场馆都没适应 对 今天 到今天为止 中国队是打了一强一弱 适应了场馆 也适应了这种比赛的感觉 明天要碰 整个赛会最强的对手 最强的对手 因为从这个两天来看 伊朗队 无论从他的人员实力 整齐程度 各个位置的整齐程度 从他的集体性 从他的现在的气质 准备 都是亚锦赛上最强球队 我觉得我们也不忌讳说这个 说实话 他现在整体实力呢 略在中国之上 是 他的内线 他打击顶前内线 不输中国队 是 而他的外线 整个的整齐成熟度 尤其是后卫的成熟程度 是在中国队之上 当然了 我们说这强了不少 比起他以前 你看看 就是 我们说伊朗队的成长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2005年多哈开始 对 打到现在呢 因为这一批运动员 很有意思 他呢 就是83到85 伊朗队这波运动员 对 巴哈拉米 83年的 是 哈萨迪85的 就是说他83到85 打的今年呢 他是28到30岁 对 正是黄金时期 是 最成熟 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光景 对 所以这一波运动员 虽然他今年 他没有卡兹米 在NBA打夏季联赛 选了秀 但是呢 他整体上来说 是最成熟 可是卡兹米自己说 为什么我不回国 不是说我不重视 我的祖国 而是我认为 我的国家队 一定能进世界杯 世界杯 那意思就是 前三名当然是 伊朗是一点问题没有 对 就是我不回去 也行 没问题 我更愿意打 这世界杯 对 当然他个人前途 也很重要 对 对对 朱光宇 再来一日三分球 就是大智的助攻 是 今天三分球 七投四中 十六分 中文再奔着赢八十分去 因为这三分球一开 可就快了 对 我觉得呢 其实在 说实话 在明天比赛 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 说大智这个 昨天用的少 到底是 有意的是雪藏 还是就不想多用 你留着劲 不想多用 还是说 我确实 看到你这个防守上 有的时候有点问题 还是就 对啊 我们知道吗 还是就不想多用 杨大吉斯到底怎么想的 咱们也不知道 但说实话呢 大智现在 他的这身高 他的 整个 他的技术意识 对于中国队 在半场阵地进攻里边 可以说是定海神针 就是最好的了 他一上来之后呢 整个中国队的 这半场阵地进攻呢 刚说这定海神针 王志志又断一球 断一球 就是比没他的球 要流畅的多 他能居中调动 所以呢 打亚洲比赛 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进攻比防守关键 是 打亚洲比赛 关键是进攻 丢丢丢丢了 断了一球 所以呢 杨大吉斯 咱们昨天也说了 杨大吉斯打亚锦赛 对他来说 是一学习的过程 对 他并不了解 亚洲这些球队 咱们昨天说了 这个 输韩国这一场 算是他交学费 算是他交学费 另外呢 他对中国队 对一些运动员 也未必真正了解 就大致这样的运动员 他到底在亚洲 能起多大作用 他也不一定了解 所以呢 明天我想呢 如果中国队要想 跟伊朗一搏 甚至要赢伊朗呢 这个王志志呢 他一定是要获得 当然了 更多的时间 球员没中 当初在前程海指导 带领中国南篮的时候 最好的一对 后场和内线的组合 龚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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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对于中文队的作用 王志志非常之大 非常关键 这时候呢 杨大吉斯慢慢换上 明天有可能打先发的球员 现在呢 其实应该让大志下了 大志打的时间可不短了 打马来西亚 严勇牛刀啊 你用不着大志打这么长时间 别这么说马来西亚 没说前俩字 这个86分球 有希望赢得90分以上 这没什么意义 是没什么意义 昨天咱们说了啊 90分对88分 这个不作为可考的依据 不是说你赢 你赢马来西亚92分 你就算你能赢伊朗两分了 就是一看呢 这个组里边 中寒一是一个级别球队 马来西亚不是在一个级别 对 因为中寒一之间呢 这个说实话 从实力上来看啊 中国队虽然昨天输给韩国了 咱们昨天说了 都有保留 对 中国队除了保留 外贤失常 对 中国队呢 其实整体实力是在韩国之上 应该是这样 而且我也相信呢 再碰上韩国队 就是淘汰赛的时候 如果再碰上 中国队应该是能赢 我觉得是有胜算 对对对 但是呢 这个跟伊朗相比呢 中国队实力呢 是略在下风 对 现在呢 亚洲的超级强盾 是伊朗 伊朗 而且他呢 他因为两年之前在武汉 他折了 折的约旦手里 他今年就是跟两年相比 他低调沉稳很多 两年前得真是撇着大嘴来的 这个 哈纳迪当时认为自己亚洲第一球星 亚洲第一 对谁跟谁合影 对 随便 谁都不愤 然后中国记者要采访 很痛快 跟谁都说 跟谁都说 随便赢 都是这样 结果呢 四分之一折在约旦手里了 当时 说我们说 回头来看约旦 约旦的小组赛 你叫 假死 对 冬眠 对 输这个输那个 第二阶段还能输呢 对 最后 到八强赛 这让亚洲震惊了一回 亚洲震惊 所以呢 这次呢 就是 咱还说呢 就是 伊朗和韩国来这个 菲律宾都很低调 对 韩国甚至就是媒体 不知道韩国什么时候来的 对 说这个就像是 特洛伊木马一样 藏一个 怪兽肚子里就挂了 偷偷的进村 打枪的模样 对 就是说伊朗 伊朗这回来了呢 很低调了 很低调 很介意中国媒体 对 中国媒体采访不接受 不说 不说啊 不说 这两年前就是说多了 不说 特别特别低调 所以这时候 这么强的一支球队 这么低调 这时候他最可怕 这第四节到现在 马来西亚得一分 王世宝 这球是偏出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就要断了 这球是周鹏一个批扣 完全没有防守 对 倒是很有气势 其实前面有俩人 你看 一看周鹏过来 赶紧 全躲开了 对 散开 88分了 88 这球是凭了中国队 征战亚锦赛的领先纪录 对 好球 这时候 其实马来西亚应该有一目标 今天别输的90分 对 内线是56比8 内线6分 是 差距全方位 张博的三分九 中了 这样的话是85分 89 又丢了 这球打进 就是91分了 新纪录 新纪录 91 能不能成为新纪录 这得看中场事 想的时候 马来西亚交三名 好 90 lette 他 他的 öt ability 特 复 争 indications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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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